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新年好 2017年就这么过去了 不管你做了什么事 不管你讲过什么话 你感想也好 感动也好 感激也好 都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做的事情足够大 讲的话足够有洞察力 或者是在这个时代起了某一种改变的作用 或者有一天发现 2017年你做的某一件事情 讲的某一句话 开始可能没人注意 但是后来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很大的影响 那个有子孙的评价吧 当然很多事情子孙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事 其实我们也不用贪财他们 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事 如果我们 在未来 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感慨一下 可以回忆一下 2017年是怎么过来的 先不说2017年了 要说的话 又会很多 所以不如迎接2018年 首先 祝福大家 未必我们所有心想的事情都会成功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即算是足了选择 在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中间 人生发展过程中间 变速实在大大 所以我只能说 祝福大家 保持一种希望 我们不能说勿忘初心 我们不能说勿忘初心 但是我们可以在人生的过程中间 不断地让自己的初心承受起来 承受我们的心智 承受我们应该万物变化的能量 我祝福大家 对于我来讲 我希望2018年 有更多的同事 更聪明的同事 更有责任性的同事 更有理想的同事 能够加入到我们团队 我年纪毕竟大了 而且我的思想在很多程度上已经僵化了 智力也很有限 事业也很有限 不是说找接班人的味道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整体来讲 明镜要走向未来 必须是年轻人一步一步的执掌 我也许会在2018年 还会继续地拼搏 但是慢慢慢慢 2019年 2020年 也许随着时间的到来 我慢慢就会淡化下去 更多的年轻人 就会出现在 在明镜的屏幕上 当然 其实有很多的同事 他们所做出的奉献 不是在屏幕上大家所看到的这么几个人 很多人在后面所做的工作 很多的杂物 很多的行政事务 很多的服务性的工作 尤其是未来 我们要保持一个独立的媒体的独立性 我们必须是 有很好的营收 如果没有很好的营收 我们没办法 招聘更多的同事 没办法使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多 更好 所以 营收 营收 始终是一个媒体里面最关键的因素 没有以独立的营收 谈不上真正的 独立的媒体 更就谈不上所谓的 专业性 它只是一种宣传工具 或者是某一种理议的 单一产品 而明镜呢 作为一个大众的平台 尤其是我们首先 以服务海外的华人 为目标的这么一个媒体 那么海外华人 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利益需求 不同的人生的态度 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 不同的 娱乐享受的选择 甚至有不同的锻炼身体的方式 甚至有不同的餐饮习惯 所以明镜需要有更宽阔的思想 需要能够包拥不同政治立场 不同观点 包拥不同的宗教 包拥他们对世界上的不同的理解 也包拥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 宗教信仰 所以有时候你看明镜的某一个节目 你会觉得 你们怎么会这样说话 其实你可以看看另外一个节目 你就知道 明镜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世界 对多元世界的一种尊重 当然在过去几年来 尤其是过去一年多年以来 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也有一些思想界的人物 也有一些在现实生活中间的人 由于对世界上出现的某一些混乱 出现的某一些问题 非常的不满 他们力头变革 而他们认为 多元化未必是一种好的方式 单一的 以什么什么优先的 由什么什么第一的 强化这样一种价值 这样一种方式 这一种方式 也许对现实的世界 某一些僵化的状况 某一些专模作样的状况 某一些虚假的一种状况 可能是一种冲击 可能是某一些原来 久而不能解决的僵局 最终得到某一种解决 但是它最终的情况怎么样 还很难预料 有一些事情 是一个质堡 一个蝴蝶的质堡 可以把世界改变 有时候改变这个世界是一个大象 是一个庞然大物 美国在这个里面 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中国的这个里面 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俄罗斯的这个里面 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但是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有一些事情的变化 未必一定发生在中国 未必一定发生在俄罗斯 未必一定发生在美国 在过去的几天 伊朗发生了示威 发生了抗议 我们只是看到美国的媒体的报道 我们只是看到川普是要叫好 我们只是看到 世界革命卫代 他们的皇家卫代是什么卫代 要开始镇压 我们只是看到了几位示威者不幸身亡 我们只是看到了 伊朗在2015年 达成了黑协议以后 那么 世界上对它的 国际社会对它的 禁运慢慢解除 因为它开始出售自己的石油 开始跟外交签订很多合约 经济开始混淆起来 但是伊朗所积累的问题 伊朗所长期遭受 某一些事例干预的情况 所造成的后裔症 和伊朗自己内部的问题 和伊朗和周边的问题 宗教的冲突 政治本身的冲突 经济市场一下子不可能 恢复对大家原来愿望的 这么一个状况 政治不可能一下子走向和谐 所以总统大选的时候 伊朗就发生了骚乱 就出现了很多人的死亡 这一次的情况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现在还很难预料 我们生日每天都接受很多的信息 看到了很多的消息 看到了很多的文章 实际上这些消息 这些文章 有多大的程度上 真实反映了 真实的现实 和世界上各个地方发生的情况 各个地方的宗教信仰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 我们能够了解多少 我们已经了解多少 这些信息是误导了我们 还是使我们看清了 这个现实 坦誓地说 我是很怀疑的 因为我所经历的很多的新闻事件 我所了解的很多的事件 我发现在 不仅是在中国 就不用说了 那种中国的官方媒体 你可以说是不值一谈 那个是跟人类文明 太遥远 那个跟人的距离太遥远 中国的媒体宣传机器 但是在自由的媒体上面 一方面 自由媒体 有了自由 我们可以更自由地去报道中国的事情 但是自由媒体 了解中国真实的情况 有多么的艰难 而且 当很多人享受自由的时候 他们知不知道自由的界限 他们知不知道自由的底线 他们是不是 有自己认知上的局限性 或者说他们就喜欢生活在犯局中间 或者说他们喜欢跟别人制造犯局 所以很多自由媒体上面 关于中国的消息 真正就比中共的媒体更接近真相吗 有一些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 有一些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犯觉 有一些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犯觉 有的人就是想误导别人 有的人就是想划生去除 有的人 就是认知的偏差 有的人 就是能力的局限 就像明镜 我们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的局限性主要是在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经费不高 我们的人才不高 我们的传播手动不高 所以使那些错误的信息 大行其事 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很沮丧 感觉到无能为力 我们需要得到很多投资者的支持 我们需要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 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 需要资金 但是这个资金我们不能随便拿 一方面我们不能拿 巨大的投资基金的钱 那些钱固然可以帮助我们高速的进展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受制于某些商人 受制于某些投资基金 所以我们需要资金不能太少 但是我们需要投资的人越多越好 多一些投资者 那么我们被一方力量所影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非常幸运 在2017年我们得到了一些投资者的支持 甚至很多投资者 或者是我们的天使投资者 几乎都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说 把账本拿来看一看 把商业计划说拿来看一看 什么都没说 有的人就是 把账号给我 把钱打过来就可以了 很感动 而且不完全是个小数字 很感动 当然 我们必须要负责任 所以我们非常谨慎地 对待每一位投资者 我们是 虽然没有钱 但是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请这个很贵的历史楼 帮助我们完成了 基本上的法律的 这种规章制度 基本上的法律的合约 走进派格尼文 非常富裂堂房的 那种大的历史楼的时候 我签的一个字 都是很大的数字 但是为了保证 民进的长期的健康发展 法律的保护 和法律的界限 是我们必须这样做的 2018年 相信有更多的投资者 会加入我们 但是有很多小的投资者 有很多华德一种非常 成功理想的人 想给我们捐款 我们在2017年卸捷了 我们看不看 能不能在2018年 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模式 能够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权利 能够保证民进能够独立生存 帮助民进走向一个更高的阶梯 这个我们还要请更多的 更好的 历史 化学师 介入我们的工作 了解我们的情况 找到最佳的方案 所以我们不是一时的 激动的 去接受了大家的捐款 是大家赚更多的钱 有更好的能力 来投资民进 我希望民进的特友 民进的网友 民进的第一批支持者 能够有机会 未来 不管你钱多少 都有机会来参与民进的投资 但是民进还需要 一段时间 更好地打好基础 更好建立我们的框架 我们要建立一个 24小时的 前天后的 甚至365天 都可以及时地 报道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情 我们知道 很多的国际的新闻 大家未必每个人都喜欢看 大家都喜欢看北京的权力斗争 都喜欢看谁谁谁被抓起来 谁谁谁要跟大家 谁跟谁要斗 或者是看那些 新的新闻 或者是看某些八卦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我们必须要 及时地 准确地 或者说提供 世界上各地发生的重大事情 因为那是一个 我们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当然 要拘据我们的点击力 拘据我们的收看力 但是收看力和点击力 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目标 重新去真实地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开始了很多的看天下节目 从华盛顿看天下 到纽约看天下 到芝加哥看天下 到澳大利亚看天下 澳洲看天下 到台北看天下 未来希望有香港看天下 有东东看天下 有澳洲很多国家的看天下 我们希望我们这些资深的媒体人 能够从世界各地 发出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和观察 也许是有偏见的 也许并不是那么完整的 但是因为由我们不同的角度 来看天下 都能够呈现在明镜的平台上面 那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就有了一些判断的基础 一些选择的基础 所以我们只会提供一种声音 只会提供一种 可能某些人我就喜欢这种声音 我在看明镜 不是的 明镜一定会出现一些 你所不喜欢的声音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看 但是你是失去了一次判断的依据 或者是丰富你判断的依据 我希望大家 要习惯于看不同的声音 习惯于看 你所不喜欢的内影 在过去一些年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 一方面资讯已经高度的流动 但是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又成为了 画出了各种各样的 不仅是国界 朋友之间都画出了界限 我是看某些人的 我就坚决不看某些人的 原来一个媒体 一个传统媒体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让更准确的声音 更多的声音 在一个媒体里面出现的这种功能 在社交媒体来讲 反而有时候变得比较狭隘 而且社交媒体这种方式 每个人都有了自由 你愿意怎么讲 愿意怎么写 都变得很容易 这样的话 有的人在一时享受自由的时候 可能就不知道自由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自我限制 如果不会知道限制自己的自由 最终这个自由是得不到保障的 尽管你是从一时考试之下 尽管你是发出一下子的感慨 愤怒 一种情绪的表达 但是有时候文字 发出去 就很难受费 甚至发出去 就流程在这个世界上 产生的后果 就不仅是制作了一时的 网络上的暴力之气 暴力之气 更重要的 还不仅是伤害了我们彼此的感情 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 增添了混乱 增添了对立 使我们有时候离世事更遥远 有时候使我们的偏见 变得更加偏执 明镜不希望是这样 所以明镜 作为一个媒体来讲 作为我来讲 当然应该更加谨慎地 去看待各种纷纷 我们尽可能地 跟各种纷纷 能够提供一个 辩论讨论的平台 但是不是 为了辩论 而仇恨 不是为了辩论 而暴力 不是使事情变得更加混淆 我们需要的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 自我 那么 越来越丑 当我 讲一句 愤怒之言的时候 能不能 三思 当然我这样讲 似乎有一点 苛求大家 实际上我本人 我在2017年 最通行棘手的 是做了点点金的事 因为这个节目 使我变得有一点 无所顾忌 有时候比较放肆 有时候 可能伤害了一些朋友 有时候可能误导了大家 我感觉到很抱歉 我感觉到很抱歉 我对我自己的这些行为 真的有所反省 所以我尽可能去避免 那些 批评 攻击 的语言 尤其是避免 对民间人士的批评 尤其是避免 道德上的评判 我希望2018年 做得更好 我希望 2018年 我能够讲话更谨慎一点 当然 对政治人物的批评 我有时候 是有一点放肆的 而且对这种对政治人物的批评 我不仅是对 中共的领导人 对台湾的领导人 对香港的领导人 对澳美的领导人 我其实 都是比较无所顾忌的 我认为他们是掌握了 极大公权力的人 他们理应受到我们的批评 不管他是专制独裁的领导人 还是民主社会的领导人 我在这方面 是比较放肆的 民进要成长起来 光只是资金还不高 光只是我们民进的团队的成熟和成长 还不高 更需要的是 民进要跟网友之间 怎么建立一个更好的连接关系 现在通过社交媒体 我和网友之间 有了很好的 这种互动 很多网友给我及时的批评 给民进来及时的批评 使我们避免了一些错误消息的发出来 也及时的把某一些不合适报道的内容 和不合适刊登的文章 及时进行了纠正 也许我们 没有注意到某一些新闻的线索 没有注意到某一些 这些后来被证明是重大事件的新闻 让我们其实报告出来 这是网友 在过去这一年中间 给民进 最大的挣扎 最大的帮助 这就是民进 作为一个小媒体 抽筋在成长过程中间 最有希望的所在 它就是跟网友一起成长 这一种力量 不是一些财力 不是一些我们自己的团队 能够达得到的 不可能 网友的能力实在太多 而且网友遍布在世界各地 但是怎么建立这种联结关系 使它变得更好 更及时 更精确 更能够产生互动的作用 真能够发挥网友的力量 是我苦思冥想 最多的地方 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中间 有朋友 在技术上 在最后有想象力的朋友 跟我联系 我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因为民进 有一个比较长期的 几个阶段的发展战略 2017年 2018年 上半年 我们可能更多的 还是要在内容建设方面更丰富 更完整 我们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团队 能够 不仅是自己制作一些节目 跟外界进行一些合作 把这个基础建立起来 建立一个24小时的新闻平台 建立一个更广泛 可以跟各路有思想的 有境界的 有成就的人物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把内容做好 首先让民进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媒体 但是这个远远不搞 怎么跟网友 跟网友中间的那名高手 专业人士 有想法的人士 让这些人 跟民进 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 这是民进能够得到壮大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点 之后 民进则有可能 建立一个 由中国人 掌握的 一个自由的 一个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 负责任地发出声音的一个平台 那个可能是几年以后 我们要实行的 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所 希望的一点 跟 帮助我成长的这些网友 帮助我思考 民进首先 怎么成为一个 可以信任的 一个媒体 然后 民进怎么成为一个 可以跟各路高手 专家 学者 媒体人 建立不同合作同盟关系的媒体 然后民进怎么成为一个 真正能够让 每一个中国人 都可以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 的一个媒体 平台 而不仅仅是一个媒体 这是明进 我 能够想得到的 几个战略的阶段 而这些阶段的实现 每一步 都不是那么容易 很容易 可能在不断的 进行过程中间 会有不断的变化 会有不断的调整 但是不管这不变化 怎么调整 网友们参与在其中 则是使民进 这样一个小的媒体 这样一个传统的小众媒体 原来我是做出版和杂志 我们有十几本杂志 我们有七家出版社 我们发行的书 基本上可以达到了 美国的一些主要的图书馆 一些国际社会的主要的一些 中国问题的学者 或者是研究机构 也成为了中国 稍微有一些层次的 学者 官员 商人 相当大比例都接受了 我们的出版物 但是从整体来讲 明镜出版的书 出版的杂志 仍然是 比较小中华 但是明镜 电视 明镜广播 明镜视频 未来要发展的 就是一个大众媒体 而要把一个小众媒体 演变成为大众媒体 而且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 大众媒体 要成为一个 我们中国人的 能够反映我们的 境界的 反映我们能量的 反映我们影响力的 反映我们道德的 我们信仰的一个媒体平台 时间还很漫长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 我们家喻其中 有一些网友 可能会成为我们的 团队里面的一个员工 有一些网友 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军 合作者 有一些网友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默默地通过各种方式 给我们支持 当然 你只要看我们的节目 只要给我们的节目给予批评和监督 就是给我们的支持 所以2018年 我招呼 我的网友 招呼民进的网友 我在招呼的同时 我希望你们 像2017年那样 支持我 支持民进 支持一个我们中国人的 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 在几年之后 真正实现 有了这个媒体 我们海外的华人 不会孤独 我们海外的华人 会找到一个共同的 精神的路途 也许 我们这个媒体 也会帮助中国大陆的人 了解一些 中国大陆所不能了解的咨询 我们不知道 我们能够 达成我们的心愿有多少 但是 2018年 我们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